韓國瑜自己的選情可不可以自己救啊 昨天開了一個記者會告訴大家 我們只是一般人 買了再賣買了再賣 我們就是一般人嘛 很多的一般人聽了說 沒有 你這個一般人真的是太高級了 但是今天讓你來開開眼界 真正的頂級豪宅是怎麼炒房的 我在想韓國瑜他會說他自己是一般人 因為他知道還有這種人 可能他的朋友都是這樣子 對 他的朋友都是這樣 那好 我們就來看看韓國瑜眼中 什麼才叫不是的一般人 那我們今天就以韓家來做舉例 韓家鼎興集團 話說在這個淡水 淡水大家知道其實那邊 曾經蓋了一個豪宅叫做天井 這個天井的豪宅 當初在市場上最引起人大家震撼的消息 是韓家他們一口氣在那裡買了酒戶 一起很大的這樣的一個討論度 就是因為 它是由前華裔的這個 知名的美國設計師貝綠銘所設計的 很厲害 它是橢圓形的 所以你不管怎麼走都有陽台 都可以看到view有塞有海 一戶大概差不多是2億多 他買9戶 好 那是賺還是賠呢 我們等一下答案來揭曉 但我們先來講 當初他們鱷魚返鄉的時候 真的是如如無人之際 好厲害 買什麼賺什麼 我們來看看 剛剛惠美有提到他們買101 買101他們的價格 大概是價位是落在60到81 沒有一個準 但是他大概就是花這個錢去買了 不過連2018 我不管你是60億買還是80億買 你不過就是差21而已 但你2018年賣出去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是200億賣出 但是話說回來 那時候他是被逼著賣的 當然 沒錯 不然他可能還不捨得賣 因為他們現在還是 但是他那時候賣點很好 84樓現在還有他們的辦公室 衛權現在去84樓都還要跟大董 繼續報告他們衛權的這些財務狀況 所以他們也不是完全就撤出賣是賣 但是他們還有在那邊 再來2012年 這個是2012是統計 事實上他們並不是2012年去買地寶 大家不要誤會 他們是2005年就買地寶了 而且當時他們買地寶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買地寶跟我們買房子那種方法 就知道什麼叫天差地遠 一 交情 二 他們的自備款只要1% 那跟我們這些一般的庶民有差多少 當時2005年他靠交情 所以他買了4戶 後來2009年因為遺產稅調低 所以他再買10戶 他一共買了14戶 他的平均成本2005年 當時他買地寶一瓶是80萬 現在一瓶是大概這個價格 2009年遺產稅調價的時候 他再買15那時候當然 他買的就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就算貴也絕對不是這個價格 後來行不讓當去算一下 他現在在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點 現在這個時間點 全部通通把它賣掉的這樣的一個價格 能夠賺多少呢 大概賺30億上下 因為每一戶大概就賺了 兩億兩億嘛 那14戶是不是就差不多30億上下 好 那最後來揭曉 他也不是沒有跌交的時候 就是我剛才一開始講的這個天際 因為這個天際實在是 離台北市區比較遠 再加上他的一些生活機能 不是很完善 因此這個豪才就不比前面了 所以他後來每戶大概是賠 五千萬左右 那九戶大概就賠了四萬 四億五左右 也傳出就是今年2019年的 第二件大事情 跟這個貴家有關的 就魏玄龍搞不好 可能會再重新付出喔 好 其實站在棒球迷的 心中來講的話 我們歡迎這個增加新的隊伍 不過背後卻有一段故事 慧銘 我跟你講 說話說喔 這個他的弟弟啊 魏玄龍 行就出來講 他說你們當時都說魏玄龍會解散 這個罪魁禍首 這戰犯是誰啊 就是魏玄龍 因為是魏玄龍去解散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解散的是我啊 當初解散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打職棒的時候 黑影床床 一些這個主頭啊等等 再加上大哥 又是大哥 他說大哥魏玄龍老是覺得這賠錢 所以呢他就覺得乾脆把他解散 但是呢那時候 因為成立這個隊的時候 是魏玄龍成立的 因此大家都覺得 那解散就是你解散的 沒有魏玄龍現在出來講 你們都誤會我三哥了啦 所以現在呢他們可能說 魏玄龍背了二十年的黑鍋 那現在如果重新再付出的話 一定會有魏玄龍來 讓這個魏玄龍重新開打 不過到底是不是真的 會有這樣的發展 兄弟是不是真的不合 魏玄龍是不是真的會重新來 那我們大家接著看